各位親吻大家去面臨 對 在開台灣十幾年的時間 一出場回來 剛才來教學 剛才的選舉 我之前拍到來彭博書 在請問 十一回到台灣的時候 現在來拜訪議議會 所以我 主任要求說 還要去你家的工作 這兩天 彭博書一直在拜訪 一般來說 叫我今天一天 就有人說一天花椒 大學大概十五分鐘就分就好 不然還有很多時間 要去進業 要去選舉接受 所以我就大概 八十公 差不多一天才吃到 原生跟我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 好的關係 特別是時間的關係 要聽少許時間 聽少許講音 因為準時 守時 信守承諾 都是專業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會 長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基督徒在 世上生活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事情是它 覺得很重要的 而且是必須的 我想我們在生命當中 我們做的事情是要榮耀神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希望 好的節哀 應該有抓一個 信念的律師 所以我聽來 想到的 好調 我是說什麼事情 我今天要來講 有很多節 很多節哀 如果我 大家簡單 都說不下去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是好的職事 是一個敬畏主的人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一個好的職事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在這律師不斷在創新律師 不斷在改變的時代 裡面 我們知道 想要找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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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的人 加上對的事情 就會祝福 許許多的人 但是對與不對 不是我們自己的了解 我們自己的打算 因為神刻意 透過那些 真心愛你 親近你 去常常說實話 讓你覺得不舒服的人 來提醒你 你是不是所做的 是不是神所喜悅的 祂只能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這樣的人 我們來知道 神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這位神 建委主委人 一定要給你這個事情 有三 經委 經委的三 這就是 在各人 專人 有分別的 聖結面前 我們要深層 經委 第二 就是 在聖結面前 對聖結的聖結面前 我們在全然 以我們人工 以我們人工 都别在圣殿前 没得心存敬畏 而且在圣殿的圣殿前 我们要心存羞贵 而且在恩存主面前 我们要心存喜恶跟感恩 第二个 好的这首是一个 知道怎样做人的人 好的知识 他是一个知道怎样做人的人 这首的第一刻 他就是在兄弟 在人的面前要做人的人 教科书就是我们在贪圣经 圣经跟专家专家专家 圣经跟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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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在教会、在家专家、在家专家 我们要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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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我们职场当中 我们要怎么做人 好的知识的生命特质是什么 他非常的低调做人 但是他是一位高调敬畏神的人 他低调做人 但他高调在敬畏神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要求 你来很高 他的标准非常的高 他低调在做人 但是高调在敬畏神的人 但是高调在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位高调一位高调的 就是自己的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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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我有个人 我说我三年后 他从这一阳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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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家一יים三年 我當時覺得在教裡面 除了聖地牙所聖聖以外 聖路上很大 這個聖路就是這樣 我聖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我沒有當上長老 我卻當上了牧師 當了牧師之後 我知道在心態上 牧師應該是一個能夠從少羅 變成保羅的人 他能夠從少羅變成保羅的人 也就是說什麼時候 我隨從肉體還在用血氣 用聖經的知識來牧會 用聖經的知識來教訓的時候 我還是那個以耶穌作對 逼過基督的少羅 可是什麼時候 當我體貼聖靈 被聖靈同工來跟隨耶穌基督 來牧養養羊群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就能做一個像保羅一樣 處處把自己變小的人 所以我隨便沒有做到 聖路和牧師也是聖路精 牧師聖路一個是因為牧師聖路有兩種 這是教育的聖路 是要自立教育 所以我覺得沒有做真正的聖路 是做教育的聖路 感謝主 這是我覺得 是要做一個人 在教育中間的地殼 這尺地殼的時候 要在聖堂 跟別人面前的會做人 第三 好的執事 是一個知道怎樣說話的 我們不單單要敬畏主 我們不單單在聖命當中 我們要學會做人 而且我們也知道要怎麼說話 因為別人就是會當作非常嚴重 因為在聖言十八章的十二十一節說 生死在舌頭的泉下 喜愛他的 必吃他所接活之 他的意思是說 列為彭博名 彭博你的聖命 會讓你去聖命 信口開閣 後果由你自取 所以這是今年所說的 那麼在今年五十一節說 一句話說了很好笑 哪請求什麼 金蘋果放在哪裡 銀網子裡對不對 所以一句話表達得非常好 非常合理 就像金蘋果 放在銀牌當中 多麼的好 那是後果從剛剛 最大的挑戰 跟激勵的就是 雅各書第三章第二節 他說原來我們在許多世上 都有過世 若有人在跨海上沒有過世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熱得住自己的全身 有些事情就是 在這個時候 我們想想 別再說一句話 是我們的嘴子 所以南國書第三章 我一頭到我都說 嘴子在那裡生 不過理想這麼來的事情 是我們別再生死的 所以做一個就是 一個要件 就是要給我講話 不要也不想 在那裡 有些事 有些事 案外太多人 在那裡如果想 有些事 在那裡 一個事 真的有些事 沒有人 就在想哭了 你刚才说 万事都互相效益 照爱死的得益处 他刚才说 上帝有他的美意 神有他的美意 你要相信天父很爱你 时间会冲淡一切 刚才说 时间会冲淡一切 他说你来好吗 你要不要祷告看看 你看哪里需要悔改 我这听到的时候 他就很不舒服 所以一句话 我们就要说话 就是说 人家在刚才有款 刚才有空间的时候 他真的爱听什么话 他可能爱听的是说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话 甚至你都不知道 他说什么话 你带他的状态 带他的状态 跟他做会 定不定 我想起来说 就有空间 就开了 所以用行动来表达 关心 更是基点 第四个 好的姿势是一个随时随意打 这个就是一个 不管是任务司机 他可以祈祷的人 祈祷最后就是要为 这是什么 是做主的行 都是不祈祷 不跟主交通 所以在以福首书第六章十八节 那个圣经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你一直练到十八节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他说靠着圣灵随时都翻祷告祈求 并要再次警醒不见 为众生的祷告 为众生的祈求 所以祈祷包含这个事情 祈祷包含祀的证明 祈祷就是 祈祷是一种敬拜 是Adoration 祂是一种敬拜 祈祷是要敬拜 敬拜主不是因为 主为人做什么事情 来改敬拜 不是 但他认为祂是主 但他认为祂是主 耶稣基督 祂就陪我们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在礼拜 都在做礼拜的时候 那时候就这样 那时候就是很努力 很平常的一回事 但是这么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以什么来敬拜 以祷告来敬拜 以祷告来敬拜 祷告包括这个方面 随着礼拜 在礼拜里面 再来祈祷是什么 是一种敬拜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是在台湾中 得多胜地 得多人 早上我们在祈祷中 跟同伴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 得多胜利 我们在当心的开来 到万能高兇 第三 是感恩 祈祷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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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居然如何通胜利 同胜利 祈祷是感恩 祈祷你 我的岳本老是会 那裡有個相地的家、有個牧師、有個中心、有個團頭、有個兄弟子母的中間 剛才有個家人有個得失的事情 你祈祿相對,祈祿是什麼稀釋 祈祿是坦直和直接的對話 祂是我們以神的談話 我們向祂說話,便在安靜中心所談話 後來第五項,好的祈祿就是 要記得有人在為你禱告 不是我們自己隨時隨地禱告,再次進行不卷 為眾聖徒祈求,不當然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還要記得一件事情 有人在為禱告 好的姿勢,不單單是照射時隨時禱告而已 要知道有人在為你禱告 有人在為你禱告,是你什麼? 你服務室的動力 我們在這裡祈禱,是因為牙縮過兩日 牙縮起兩日 他跟別人說,請他給你祈禱 有時候我先跟諾要請了時 有人在為你禱告 他的歌詞說,是為你禱告 直到力量帶盡 流眼淚足下雨滴,終日不平 主關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 他將告訴別人為你禱告 你的服事不是你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服事 而是一大群的弟兄姐妹 为你祷告与你意图来服事 那是你服事的力量 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告诉我们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他们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用收布出来探训 替我们祷告 所以按照圣经的价值 这些工种不大不小 不是不大不小 是不大不小 它不大不小在哪里 是介于牧师长老传道也好 和信徒之间 所以持续的工作非常重要 那持续工作它是什么 一种桥梁的工作 但是黄帅都做出事 你是经过教会教你 这个桥梁很重要 桥梁要兼顾你要敬畏主 桥梁要好你要随时随地祷告 桥梁要好你要行为说话 桥梁要好你会知道怎么做人 所以这个桥梁很重要 指示的工作是使人和睦的工作 和睦相处的工作 而且指示的工作是什么 是使人相爱的工作 和睦相处的工作 指示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神中神义人的工作 所以如果一件事情 指示要经常记在心中 就是主常常顾念你 主要爱你选招你 祂放不下你 祂舍不得你 孤单难过 祂了解你 你能忍受多少 所以祂就告诉别人 为了祷告 所以等你让我算做接受的事 你不是自己在做哪里 全到的 那些今晚都用祈祷的祈祉 我记得跟你三个做接受 来参观的主 我是接受应该有一个心情 第六项 好的词事是一个学习做门读的人 好的词事实上是一个学习做门读的人 各位就词应该有关系 祂祈祷平安在我们心来做主 就是说面对很多事情 今天有很多事情 那这个事情可能会很无益 但很无益的时候 我们就要向祂行 祂祈祷平安在我们心来做主 那就是高楼学书 第三九十五才九十六 十八十跟他们说的 所以当了自大的时候 看不见神 当一个人很自大的时候 他看不见神 当了谦卑自觉渺小的时候 他的神就出现了 所以最后最初是 初恋在我们感觉很厉害 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看到保罗 师徒保罗 他原来叫小罗 后来他还叫什么 叫保罗 因为保罗是什么 是小小的意思 是把自己看得很小 当保罗把自己看得小的时候 他就常常 神在他身边当中显现 所以在整个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讲到什么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英国的作家叫Ruskin 他曾经说到说 认识上帝的人必会谦卑 认识自己的人不会骄傲 所以本土他是以信心跟顺服 成为本土的医生的过程 为年数经济的呼召的人 所以做主持人也要做本土 不是做一个信徒 要不断地舍急 而且要让他输出基督 发生的生涯里面 来分对你 第七项 好的职势是一个 有独经济临绣生活的人 这个好的职势应该是一种 讨厌临绣生活的人 在天母台三主 十五再跟我们说 做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所读的圣经 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 弟兄姐妹 得救是一种智慧 而这种智慧从哪里来的 这种智慧是从哪里 从圣经来的 我们因为都市能坏的时候 我们利用得救的一个智慧 那十六解释经说什么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训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主上位的人得以完全 必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的位就是这样 好的结束就是 他有讨厌讨厌的生活 这个生活里面就像讨厌讨厌讨厌 一道灵修 所以福师必定要与灵修祷告被根基 因为当你工作的时候 只是人在工作 但是当你开始灵修祷告 就是邀请圣灵 在你里面依你一起工作 而且圣灵带着你工作 这是做门徒 所以为了更好的完整看得见的教会事工 我们只是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看不见的读经领修的生活 所以为了更好完整看得见的教会事工 我们只是必须要有一个看不见的读经 跟领修的生活 来帮助我们 就像耶稣祂到旷里去见祂的天父 我们门徒也应该每天从盘修的生活当中 我们抽离出来 有一段安静时刻担当 与我们的主我们的教主各个人的约会 这就是读经及领修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第八项 会变成是 好的这首是一个可以信修每个承诺的人 一个好的知识是 祂是能够信受每个承诺的人 神是信实的神 祂要能够作为信实的人 即便你说出了承诺 我们再微小 即便你说出的话 再不经过大脑思考 要以最大的力量 从最小的事上来忠心 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 从最小的事上来忠心 我们会听到说 有人会说 遇到一些事情 有的人会跟你说 我为你祷告 可是他们一跟他说 我为你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怎么样 可能一转过头以后 我们就忘记为他祷告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 当你说我为你祷告 我记得你的时候 你才马上有个当下 在你还记得今天出准的时候 你马上在一个角落为他祷告 你许下的承诺 你必须去做 一个好的知识 是能够信守每个承诺的人 在路加福利16章第10节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是很完美 但是上帝仍然使用和恢复 这群有各样问题的人 成就国度的丰盛的允许 我们感谢神 第九项 好的知识 放对生活中的优先顺序 这个好的知识 要从生活中的优先秩序 来控制住 我们知道为了世界来活的时候 注定要虚空一场 为世界来活的时 那你得非常愉快 靠去 你十分地备 地备的平衡地备 地备到地备在 他说什么 你将我们的罪内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银额摆在你面光中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假的年随 好像一生叛息 为了世界来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在生活 这样在生活 为了自己活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劳苦愁烦一几 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什么 我们一生的年之是多少岁 七十块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化的不过是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足飞而去 为世界会值得不是最好 就为基督来活是最好 为基督活 荣耀冠门一体 缘严的缘留一点 诗篇九十篇十六十七节说什么 愿你的作为向你们夫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上的荣美 归立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 当我台湖书在四周 在六十九地北的南城市 就是高楼的日子孙显明 他说的话 他说什么 我是在内交店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没有了仗 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 当老人都怎么样 跑进了 手心的道呢 守住了谢谢 他说 从此以后 有功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功的审判的主 道那是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堂显现的人 最好是堂 历史 好的知识是一个 以爱 回应上的 就算你以上的九种 你都做好 都具备了 以上的九样事情 你都做得非常的好 却没有爱 你的侍奉 仍然没有果效 如果不是以爱出发的话 都没有果效 像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的圣经所练的是什么 哥林多前处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是说什么 我若能守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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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能比你那多小的把一般 却没有爱怎么样 我就算不得什么 却没有爱怎么样 仍然有无意 若没听的是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顾罪 都是康康的人 不如亲知 我们所顾罪的 真好地告过 如果做到某些康康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起初的爱 做到后来 就是个人 就像感动了 等到位置 为了什么来做 可能都忘记 所以保罗强调说 为了爱 12、13、14章 现在讲到很多很多恩词的时候 就会强调爱 给我们带回来的信息 以上十件事情 你要能一一达成 这个方法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送 只是五三段的经文 释迦拉太书 第三章第三节 五章十六节 五章二十五节 这是保罗的书信当中的四方画 那种四方画 但是保罗画的当中也看到四方画 也许 也许 咱紧着必须注意的 这是保罗生命当中的最重心点 他在寻找当中 他的精髓就在这三段画画当中 我们对保罗的生活 都知道 他在什么来的 所以这三段经文 就是他点出当时加拿太教会 他们信仰的核心问题 也提醒 我们这些佛在二十一世纪的 我们信仰的榜典 以及在服事的时候 应该有的形式风格是什么 就是这三段画 在加拿大书第三章第三节 它说什么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 你居然靠圣神一门 生死永久 天来生存 很多时候 我们相信就相信 可是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在做事情怎么样 合不上来 所以保罗对加拿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为何如今还靠奏圣成全吗 神不要我们用了奏圣灵来成全 祂在我们心里当中要带领 既然从圣灵入门 就让圣灵一直在我们下去 我们今天要选知识 值得工作 要协助传道长老 来帮助协助帮助牧师 在这位时空里面 绝对不是在用中底 用你的血迹在服侍 但是中底服侍的时候 你们退到像两千多年前 加拿太教会的情况 所以保罗说什么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周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这是保罗跟他们说的 加拿太师五章指标节说什么 我说你们当顺者圣灵而行 你们当顺者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谊 只有整个肉体 你们当顺者圣灵而行 我们在服侍神 你当只是我们当长老 你自己在服侍工作上面 我们不是自己在做 我们是什么样 是当顺者圣灵而行 叫圣灵在我们的感动 我们的感动来应出来 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谊 一旦放纵肉体的情谊 我们的服侍就失败了 就给魔鬼留下地步 我们服侍就不得力了 这是我们在这种面前 我们的彼此免疫的 这段圣经是加拿太师五章二十五集 因为当保罗讲到圣灵的救援过之以后 他又讲到这就挖出来 我们做事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我们做事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我们要怎么结圣灵整个国子 这来世的国民怎么去结 不是你立志 又有方法 我要绝对做什么绝对做什么 都不是 那个都结不了的 可能都他又知道究竟 怎么样枯萎了 怎么告诉我们要怎么结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我们所结的国就是 当你在靠圣灵行事的时候 那样圣灵的国就慢慢的结出来 一旦你没有照着圣灵的行事的时候 得生没有照圣灵行事的时候 你就结过出来 保留着这么多档 来告诉教人弟兄姐妹 我也把这个 跟弟兄姐妹分享给来 美女我自己 我们一同来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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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能够开 connect 我们自己在中间 来做一个感oth的感受 分压周离 继续 steht 十一会儿 vivo的时间 祝多 ly Tei 阿们